辉瑞报告里面就是亚裔的这个有效率非常非常的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 第一个是说他们的define 就是说什么时候去测量这个effectiveness 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primary endpoint是不一样的 虽然这两个疫苗都是需要打两个dose 也就是说是打两针的 像辉瑞的这个是要隔21天 那么像莫德纳的这个是应该是隔28天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他们在实验里面报道的他们这个primary endpoint呢 对于辉瑞来说呢 他是在他们这个打完第二针 他们的七天以后看有没有产生 就是他们最后的effectiveness有没有起效 而莫德纳的是要第二季打完以后14天 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很可能莫德纳呢 他就是说会有更长的时间让机体去反应 产生更多有效抗体 所以呢可能他这个保护作用就是会更稍微好一些 甚至我在这里面还要提到一个是说 他们define这个有症状的新冠病毒患者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那么像在辉瑞的这个study里面呢 他define是说一个鼻烟是指他们这种所谓的这个核酸 这个测试阳性以外呢 他说还要至少加上一个他们define的一个症状 在莫德纳的这个实验里面呢 他们定义的症状是和辉瑞不一样的 他们define是说有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是 鼻烟是指的这个核酸抗体阳性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必须要至少有两个症状 或者是说至少有一个是呼吸道症状 那这里面其实我还注意到呢 Pfizer这个study里面其实还有一些亚裔是loss to follow up 也就是说你如果去看他原来是800和800 基本上是这个balance的这个分配的话啊 那么到报道这个table 8 也就是这个一一所指导的这个所谓的70几的这个effectiveness的时候 他这个人数只有一个是796 另外一个变成808 也就是说他其实同时都损失了至少有80多个人 都loss to follow up了 但是对于这些人是没有任何information available的 所以其实这个74.4%的这个effective rate在Asian 以及Moderna的100%的那个rate 其实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对吧 根据这种表格 你去把它就是extract的某一行出来 然后和另外一个表格某一行去比的话 其实在这个公共卫生的统计学上是不成立的 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比方说因为我们就是纯粹是外行人看热闹 只能看一个大概的数据什么之类的 听你讲了以后才知道还有那么多的信息在里面 其实Pfizer这个疫苗在英国 因为英国是首先比美国要早一点批准 他们打完了以后呢 其实出现了两个英国的护士 发生了这个脸摊 so far好像我看到是一共有四例 那么基本上来说呢 绝大部分报道是说 这个四个病例里面至少有三个 好像已经是完全恢复了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temporary 对然后呢这个在包括在审核 Pfizer疫苗的12月10号的会议上 也是有很多专家都是说 这个疫苗其实对于有过敏的体质 或者是有过敏性疾病的人来说呢 可能是一个问号 因为我们之前可能都听说过 我们在填比如说你接种任何疫苗 它都会问你有没有接种任何疫苗 产生严重过敏反应对吧 或者是说对于有这种蛋白成分的一些疫苗 会不会有些时候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 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 在美国生活你也知道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过敏 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去CDC的网站 它基本上把这个建议呢写得很清楚 就是对于一般的普通性的轻度的过敏症状 它的建议是可以打的 你如果是说真的是比如你打疫苗曾经有过 比如说打流感疫苗或者是打其他的疫苗 曾经有过非常严重的反应的人呢 你一定要问清楚你的过敏科医生 然后另外一点我必须想说呢 所有的这些study呢 它都是有这个inclusion criteria的 也就是说Pfizer的 它主要研究的是16岁及16岁以上的人群 那么也就是说儿童 它目前来说并不是就是有数据 能够充分证明的 而且从我们的常识来说呢 儿童你往往需要做各种各样的调整 因为他们的整个免疫系统还是在发展过程中 那另外一点是说呢 这个Moderna它其实的study sample和这个Pfizer又有一点不同 Moderna是研究18岁及18岁以上的 所以作为孩子们的家长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然后另外一点呢是说两个研究呢 其实它对于某些人群都没有包括 第一个是像孕妇 另外一点呢是说对于哺乳期的妇女 可能你也要特别特别的当心 然后还有是比如说是接受过一些器官移植 正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 还有一个在现实当中呢是说 其实新冠它还发生了一些叫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根据这两个RNA的这两个药厂的报告呢 其实还是缺少数据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病毒在不断的在改变 不断的在变化 那么这个疫苗是不是能够一直有效的持续到 能够在今后也一直保护我们 就是不会遭到这种病毒的侵扰 这种性史RNA就是mRNA 它比较于传统的疫苗来说 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引起的免疫反应 就是我们人正常身体产生的这个机体反应是比较强的 也就是说它产生的这个抗体低度是比较高的 那也就是说它能够保护我们 保护的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多久 能够真正特别有效的保护我们多久啊 这个可能我觉得还是每个人都要去想一个问题 那也是需要科研人员继续帮我们追踪 另外一个message就是说 vaccine它并不是一个 对于我们解决新冠这个pandemic 一个这个所谓的零大妙药了 因为你必须还得要注意public health measures 这个必须要多管齐一下 然后才能达到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